极舒棉Plus使用步骤 第一步,把极舒棉Plus放在弹簧床垫上 第二步,将棉被完整覆盖在极舒棉Plus上 第三步,温度设定为最高温,定时4小时即可杀菌除满 极舒棉Plus杀菌除满,让您安心好眠 加入QR Code,了解详情 大家好,童文城突破,童文城我是童文勋 我是杨建宏 我们一样,每次只要在国土没有下架 蔡英文这个非论文 不管你要把它摆在明人堂 还是什么妇女特别增长博物馆 还是什么,不管 这个必须要下架 就是不能摆在博硕士论文这个 他的机器,违背自己的执掌 这个东西到监察院,绝对是 就是一定会中的一个案子 你描述一下那天我们在 我们去监察院 监察委员 我为什么在脸书上面说 我不是去陈勤的 我非常不爽 我不是去陈勤的 你们监察员 本来就可以主动发动调查 因为其中一个委员 就已经主动发动调查 那你坚持要人民去提供你们资料 那可以啊 我就用一个大母哥 用一个记忆卡 把说的资料都保留了 然后给他一个简单的一个 那个 instruction 我的instruction有注解的 我的简单的instruction 告诉他说答案在哪里 然后 收了案之后还说 叫我们要签名 变成成情人 我说如果要我们当成情人的话 我现在站起来就走了 你爱听不听 不关我的事 我就是这个态度 因为我对他们实在是 我第一个没有信心 第二个很不爽 你们才是掌握国家机器的 你们有这么多的官员 职员可以调查 你们可以调阅 我们没有调查跟调阅的权利 我们都查到这个 那你们呢 后来监察员就说 不然我们可不可以 非常明白讲说 直接要调查的单位跟事项 中间有一段对话说 如果这个下去了以后 有可能要牵涉到 谈劾蔡英文的问题 对 那监察员特别说明 目前监察委员没有谈劾蔡英文的权限 这是宪法的案件 这是宪法案件 我说你们不是应该很开心吗 我就转头看了 陈权英文委员 嘿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 立法院可以谈劾 总统的机会 对 你们要不要开始行动了 是啊 所以那个大家就交换一下意见 不过我就马上澄清 我说我们这一回来帮忙做这些陈述 真正要调查机关是国家图书馆跟教育部 我们没有搞错对象 这就是你们该管的 如果监察院不管 我也准备要弄一个菜府 那监察院后面是院 是大院 所以大院我会送一个菜院 菜院 菜院送去 菜你们的名字换菜院 菜园好了 所以当天这个交谈 大家就很快把这个不够了解的部分都说清楚 那说清楚以后 他们就问到说跟哪些法条 我们就直接讲学会授予法第四六条的规定 哪个key word呢 必须由学校送 那监察委员跟调查员 还有立法委员 就立马就知道了 就因为那个法条 他们其实都很熟悉了 因为陈学胜委员 他也是教育委员会的嘛 所以这个他不会不清楚 那不会不清楚 为什么不是他自己去主张呢 就我跟他前一天的电话 通的过程里头 我就告诉他说 现在看到立法委员 在有关这个论文门的问题上面 我觉得重点不够清楚 那我稍微跟他讲了一下 他也说说 这个我们就直接去监察院好了 他说认为这时候 他说了一件事 我觉得听了都冷了 你知道吗 他说教育在立法院里头 如果要成立一个专案报告 要求教育部跟国图来说明的话 国民党的看法是 民进党会党 民进党会党 你就让他党啊 对啊 那我就说你为什么不让他党 他说不要啦 这个事情有紧急性 我们就直接去监察院 然后监察院才能调查 那这一点我当然同意啦 其实我们在考虑所有的可能性的时候 就觉得说 直以到今天 总是要有一个大家短兵相接的地方 所以我们选择短兵相接的地方 就是在国土 国土就是我们跟总统之间有关这个论文门 这个问题 短兵相接的地方 我们只要先决定一件事情 国土没有任何的权利去审这个论文 然后他把这个论文呢 这个非论文就直接认定为波论 波斯论文呢 是违法的 因为依法他没有这个权利 那依法他现在应该要把 这个非论文呢 从他论文的这个category 就是这个品项下架 那你要去放在什么样的 蔡英文的礼物啊 蔡英文的这个什么书本啊 蔡英文的散文啊 最合适是他的散文 放在国土里头我们没有意见 请你不能用波斯论文 把它定义 因为完全不符合你的行政程序 完全违反学会授予法 十六条的规定 讲得那么清楚 讲了好几天了 国土还没动作 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讲这个呢 要累积给监察委员说 舆论语情都已经告诉你违法了 你还不做 请问你的理由是什么 你们到监察委员那一边 自己去面对吧 说不定现在监察委员 已经发出传唤他们 到监察委员的通知了 我必须要说啦 就是说 你们自己以为自己很聪明 对不对 我一再的说 那个蔡英文应该要换律师 他身边这一群律师 给的建议嘛 总府的这些所谓的发言 就来执行嘛 所以拿到国土去 鬼头鬼闹 鬼头鬼闹 你们这些鬼头鬼闹 觉得说上架的时候就 哦 胜利咯 所以英粉就可以说 有啊 就已经在国土了 已经上架了 你还想怎么样 子路为马啦 成功啦 这不但是一匹马 而且还是一匹千尼马 那下架那一天呢 难看死了 那下架的时候呢 英粉要怎么说呢 玻璃心都碎了 可是会不会下架呢 大家来判断 我认为会 因为这个 国土的人还要 他不下架 不做完这些事情 不是纠正而已 是弹劾 你如此公开的知法换法 违法 好像最近有人捡到枪的感觉 柯文哲的感觉 整个柯文哲的阵营 好像突然捡到枪了 你说他也在谈论文吗 是啊 太太也谈啊 身边的基要秘书啊 大臣啊 他的副总统的人选 是吧 大谈特谈嘛 嗯 还上个头版呢 自有时报 是吧 自有时报还把它上头版 所以他们捡到枪了吗 我觉得自有时报把它放头版也很怪 自有时报从头到尾都不谈这个问题的 忽然到了这一个文章的时候拿出来 大谈特谈 这是什么我哥啊 自有时报实在是 我有已经好几个朋友把自有时报退掉了 不看了 我们这样说吧 就是很多事情你不要去启动它 它就是一个潘朵拉的盒子 你一旦把它启动的时候 下架的时候才是你痛苦的开始 你不要上架 当时你就照LSE的做法 你把它放到国图 让大家可以下载 就是一本书 依法行政 其实都好好的 你还是继续 英粉可以说你看国图都有啦 路人就在那里啊 你还要说什么 这个才是比较好的方法 今天不是你鬼头鬼脑 你在所有的法律的 拱棚里面 想要钻出一条 蛇行钻出一条路来 我就看到一群不是人形的东西 是蛇行的东西 这个会是一个国家主政的 偷鸡摸狗的团队 应该长那个样子吗 那是异形的 完全不像一个执政团队 完全不像一个执政团队 国不国 党不党 这不是我们讲过了吗 这种警告出去了以后也没回应 你觉得这群人的脸皮这么厚吗 这种事情可以做到这么难看吗 你觉得尤其违法这么 这么清楚的违法 国土你怎么办 国家图书馆 你把自己的尊严 踩在脚下 坚持一个合法的行政 有这么难吗 有这么难吗 好 然后我们一样继续来 就是要走到实质的部分了 确实有人跟我们讲说 你开始谈论文的实质 我说了我们可以谈到1月11号 还谈不完 太多了 但是先把形式走完 所以我们今天来公布这个 第123 32是吧 就是 这不是 这是台大第13卷 这是1984年的6月 比较早 它就是1983年政大有两期嘛 然后等到回国之后 就是台大有一期 台大有一期 台大有一期是在它的这一本 非论文的第几页呢 是第28页到60页 那台大的这一份呢 我们是从这个 这个杂志啊 台大是台大法学论从 天啊 这是台湾大学 它在台湾大学只有这一份 好 那这一份呢 其实也是一个盖要式的题目 它怎么说的 这个题目叫做 现阶段之主要国际贸易纠纷 及法规之分类化倾向 它的中文 都是敖口到你 你读好几页都不知道 它想要说什么 那这一段呢 是在它的这个 这个非论文的第28页到60页 28到60 对 连注释都一样 我不瞒大家 我告诉大家怎么找这些东西 谁在编这个台大法学论从 我没有找到那个期刊的 1984年 我们印出来是上网去 原兆的网路书店 6月 对 1984年的6月 1984年6月 大家记得这个时间 查一下 我们没有找到实体的 那个论文的 这个台大法学论从 第13卷 我们没有找到实体的 我们是在网路上download 去买的 对 这一份 其实花了不少钱 连借出 去一个图书馆借出那本书 那本所谓的合集 就重复再重复 1加1一直加到10 一直加 加十次有没有等于10 其实还是等于1 你不觉得很神奇 这个东西我们总共花了五千块才借出来 重重的难关 这个论文门 就是不让你看 也是一座山 就是不让你看 原本就是山 我说过你越是不让我看 我就越好奇 我们就想说 这中间一定有不可告人之事 果然不可告人之事太多 那我们都已经破解到这边了 台大法学论从是一个 很值得尊敬的杂志吗 我是台大法学议毕业的 你要我说什么 好吧 你要我说什么好 当我没问 当我没问 好 你要我说什么好 OK 那 那这个东西连他的这个 就是他的注解 他的注解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一份呢 一样的 就是说 其实从形式上来看 我们确实应该要去问台大 当时的 对 刚说你怎么通过的 你怎么通过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他是第28月到第60月 60月结出来的 现在 国土已经可以找到了 是 回头看 原来你这是 28月到60月 就这样过来 你怎么没有揭露 那比较有趣的 台大跟政大还是不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我们请导播进来 这第一页 这第一页 就是这个题目 马蔡英文 然后有一些目次 对不对 我们先看最下面注解 他自称什么 英国伦敦政经法 政经学院 法学博士 我改了 政大 法律学系 客座副销售 所以台大 我觉得台大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至少比较新闻 他不接受 那个古怪的什么国际经济法 博士 他有这个学位 哪里有这个学位 没有这个学位 没有这个学位 所以台大还是比较精密一点 是 我们可以继续看政大的 把政大的可以拉出来 他的政大的全部都是 国际经济法博士 即使是之后的 我们说上中下几篇 但是到这里都变了 只有台大这一篇是变的 所以是编辑者可以有意见 当然是 你要审啊 要审 乱刊吗 不过 当然我们还是认为说 当时候 也有一点没审到说 但这个是作者本身的 对 他刻意要骗你嘛 因为他那根本论文都没有公布嘛 压在底下 压在箱子底下 如何去找到答案呢 人家都不知道 所以你必须要自己揭露嘛 那现在当然有一些这个 有一些人在主张 或是网路上有一些人在主张说 那本来就鼓励你到处去投稿啊 可是鼓励你到处去投稿 没有说 没有说你 你不揭露 那就算你说 鼓励你去投稿 不揭露也没有关系啦 这也不算说谎啦 可是这是一个所谓的 就是学术伦理 值1.5个博士学位的 这么 这么坦经量 这么钻实的论文不是吗 结果你这么做 你不应该比一般的论文要求 全是最严格的论文要求 的揭露的标准 学术伦理的标准 的1.5倍来要求自己吗 也就是 学术伦理呢 学术伦理不重要吗 然后我们一样要继续问嘛 就是为什么到今天 我们都已经接受这么多篇了 你还不出来对全台湾的民众说 嗨 我放在国图的这一本 非论文 有完整的中文版 有完整的中文版 当然有一些天兵说 因为他有完整的中文版 证明说他的论文是存在的 就是 头盖破掉了 为什么不是 当然不是啊 你只能解释说他的确 有曾经写过一些草稿 英文的草稿 然后放在家里头 没有交出去 然后呢 一篇一篇把它变成中文 一稿多头 有一篇是从中文变成英文 对 正大27期那一篇 预知他的这个博士学位的那一篇 所谓他的博士论文 对 他的非论文里头 就这样交叉来交叉去 通通不揭露 通通违反学术伦理 然后很有趣的 就是 显然在这个十年当中 从他 1980年到1990年这中间 那除了他帮政府 接了政府的研究案 那个作权是属于政府的嘛 这中间他没有任何的著作 就是一加一加一一直加 可是还是一 就通通在这一本 然后全部夹出来 之后几乎无存 没有任何是 就是吃得很彻底啦 我相信如果他吃一条鱼的时候 应该是可以吃得很干净的 就连鱼骨 还有这个鱼眼球 还有鱼下巴 全部都吃得干干净净的 这个就是看出来一个人吃一条鱼的吃法 这条鱼吃得非常干净 干干净净的 杨阳哥已经无言了是不是 杨阳哥已经无言了是不是 很气 好 算了这种人 品质的问题 我们应该开始来谈他品质的问题 一篇一篇我们都有问题 每一篇都有问题 我们开始来谈他品质的问题 但是我最近看到一篇 可以很快的切入他的结论 有一位图教授 他是写英文的东西 那我们把这个英文找出来 然后我们请杨阳哥破解好不好 他破解的方法是蛮有趣的 不适合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想要共同实现这些目标的 我们共同的支持者一起 我们来打造这个T-Coin 美元要做成这个台湾的法定货币 法定货币之一 成立于美国建交宣打团 在环保的部分 应该我们要建立一个team去做微物激震 台湾变成一个独立国家的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现在就开始做 那你在73个原因要干嘛 办73份报纸 全球大概是有上百个城市吧 都有台桥 在的地方 让他们能够详细接收到正确的信息 然后提供意见进来 我们帮忙来 微物激震的调查 对 也一样 司法改革 都可以用虚拟货币 来给付他 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永续发展的 建立台湾主权的道路 解决所有台湾现存的 这么多人来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就从T-Coin的认同号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